人天 新村 低海 击止着 冒冷 iles 你看 有 想 罪人助手好安心 大家合意見 身體健康心安眠 身體健康心安眠 大家合意見 罪人助手好順心 罪人助手好順心 大家合意見 我人依然太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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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一月最重心 科學體力難分明 藥用人生幾個子 一出天塌定太平 欢迎收看用役礼人天 师父从幻想书开始 我们学得不是只有学役 他的发迹就是 暗暮无公民到公民 暗暮没到没 暗暮无平安到平安 努作时开始 有心性教的发问 要我们知道一切法 照顾一切法 要交換我们的心境 也要交換我们的思想 我们人在世间 地地的数十年 就是有机会念佛 念经 无论是会向何人 都是公敌 以发受行 已经是尊天的发泄 天是公民的 是大公无数的 是有大爱的地匪 无分兵 富 贵前 都会塑合 让我们中心 有成全的机会 这就是永逆 礼人天 今天去接受 我们讨问的这三位发生 我们就来介绍 第一位就是我们东山道场的主持 圆琼法师 圆琼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主持人 你好 各位信众大德 大家好 我是东山道场 住持 圆琼法师 阿弥陀佛 好 接着我们要来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表框大师 也就是我们的圆斌法师 圆斌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主持人 你好 各位信众大德 大家好 我是圆斌 好 接着我们要来介绍 就是圆贵法师 圆贵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主持人 你好 各位信众大德 大家好 我是圆贵 是 我们看看我们这些法师 其实这些都有很深厚的一些知识 包括我们的圆贵法师 也是老师退休的 那圆琼法师也是当过老师 后来当然嫁为人妇 所以说就把老师的头脑洗掉 对吗 那我们圆斌法师 很小时就有一个 很好的表框的手艺 所以在我们中门 有很多表框的这些工作 都是圆斌法师在做合目 当然我们说一说 其实我们中门人才技技 包括我们的学员也都一样 真的 今天法副青 看起来好像大家都一样 其实真的 每一个人都有很不同的内涵 不过咱们在说 人有人像 佛有佛像 那当然咱人人像就是中我们这个五官 所以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圆琼法师 你来谈一谈 就是说这五官 这五官跟我们的大自然 跟易经风水 它这个感应的殊胜 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以眼耳鼻舌身 的这个感触 然后送回到我们的这个脑 然后我们在表现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人 就是具有这个五官的这种感应 那在这个眼睛来看的话 我们说眼睛来看的话 那我们看的话 一定是看一个平衡 如果一个不平衡 不平衡的话 我们觉得怪怪的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风水的法则 就是左青龙右白虎 前朱雀后玄武 中间是中宫 那各有各的特性 各有各的这个 就是说它的这个天命 原来就是这样 你就不要去违背它 你就违背它的话 你就 就是受灾殃了 譬如说我们眼睛看出去 那前面正好有一个尖尖的射过来 那你眼睛会有毛病 心脏也会有毛病 各种毛病就出来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前面是陆冲 这个因为进来的这个气 就是煞气 所以你出去 就是种种的不理想不如意 或是碰到车祸 或是种种的这种灾难都来 就是我们有眼睛的这种感触 每天出门看到陆冲 你就想我这样怕惹惹惹 对 然后耳朵的话 我们听 如果说听自然的这种风声 自然的鸟叫 感觉到很舒服 非常美 听到那个美丽的这种音乐的话 也觉得很舒服 那如果是听到这种吵架的声音 或者是那种金属的那种 这种打击的那种声音 或者是那种什么东西掉下来 砰的那个声音 你听起来真的是很难受 是 那这样表现出来 你也觉得 人不很舒服 然后是鼻子的话 我们都喜欢闻这个香香的 闻这个 就是感觉到很舒服的这种味道 如果你碰到你们家正好是在这个公车旁边 或者是在那个焚化厂的旁边 那你天天闻这个味道就好了 多不舒服 对啊 那这样子影响到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头脑 那你的头脑就不会清楚 是 这样不清楚的话 你就没有智慧 智慧就不会出来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蛇 蛇头的蛇 蛇头 蛇头的话就是 我们最重要的嘴巴就是要吃东西 讲话 那比如说我们吃东西 那如果说 我们每三餐就是 吃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这个养分 就是说吃得很轻很淡的话 你的身体可以保持的健康 你如果说像现在有说几百块可以吃到饱 你就拼命吃 拼命吃 拼命吃 把这个肚子塞得满满的 有什么用处呢 虽然是饱了 可是你对你的胃肠也不好 是 那胃肠不好 那这个你的脑子呢 昏昏 昏昏顿顿 这个智慧就不会出来 那如果说这个身 我们也是一样身体的感触 皮肤的感触 那你如果说 到教会去跟大自然 譬如说你早上起来去散步 去爬山 就跟大自然的这种风 接触的话 那你会感觉到蛮舒服的 那如果说整天都在那冷气房里面 那到后来你还是不适应了 不变成不适应了 所以身体上也会发生了各种各种的这种 不舒服的这种状况出来 所以说像这种眼而鼻舌身 我们所感触到的 所感觉到的 就反映出来 这个就是这个 五官跟这个风水的这种关系 所以刚刚我们原穷法师提到 当你眼睛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吃到的 你觉得它非常的不好 眼耳鼻舌身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田 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慢慢我们可能 这身体的健康的问题 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要请教我们的原穷法师 就是说有的人要去住 那听说要去住这个地方 原来以前过去是低调 还是说化分子 这个时候如果这样 勉强盖下去呢 会不会影响到健康 会 有要怎么样去化煞才可以呢 会 绝对是会的 因为就是有这种例子 他不懂 结果在这个租社 租社上面建这个房子的话 就会发疯 会发疯 而且 这是很讨厌的一个事情 那化煞的方法就是说 你要把它挖掉 把这个粪土把它挖掉 全部要挖掉吗 不是 挖三尺五尺 越生越好 是 是 好 挖掉 然后你要 在上面你要画那个寿金 寿金 寿金 手金 就是把那个晦气把它拔掉 然后你再添新的土下去 你这样建出来的这个房子 你才可以住得平安 是喔 虽然土地现在很贵 寸土寸金不能看到 放这些土地真好 你看 不知道它以前过去是什么 就把他建一间房子进去 那一定是住得很不平安的 说不定刚刚文明聪法 文明聪法是提到这个案例 可能以前过去低调 或是化粪瓷 你没有把这垃圾的这些土 不干净的把它除掉以外呢 你没有经过化煞 可能这个煞气都还在 这都要特别的小心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那鬼谷先师王产老祖师中 给我们开示 就是说学医不经 疑死一人 这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很多这些医院上 有很多的纠纷 但是如果学风水不经 真是很可怕 疑死一族 所以我感到开心 就是说学到有成 才是大慈大悲的表现 所以在这里我想请 我们的原贵法师来谈一谈 学义 永义 红义的书胜原贵法师 《易经》是我们中华文化的 一个精髓 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人生的 这个哲理 在哲理上面 我们可以深深地了解 怎么样去应付人生 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又从《易经》里面 又可以了解到 五行 阴阳 相生 相克的 这个道理 那么这些道理都完全是一个 大自然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要融入大自然里面 那么学习《易经》可以了解到 我们怎么样子 在融入大自然之中 又能够顺利我们的人生 那所以我们学了《易经》之后 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子去应用 那应用就是一种正道 那《易经》这个 玄妙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很明确地知道 时间 空间 它所交集的地点在哪里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时空交集的现象 而来做七级避凶的一个动作 所以七级避凶是可以让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大化小 小化五 我们有一个师兄 他就是有一个例子 他在工厂工作 那么有一天 那个工人在切割那个钢铁的时候 不小心手把没有握好 那个切割器跳起来 竟然往这个 就是我们师兄他是负责管理的 所以这个切割器跳起来 竟然缠在他的衣服上面 但是那个机械还在动 所以把衣服都割破了 但是没有割到我们的肚皮 太万幸了 这真是非常万幸 因为这个师兄 他学《易经》已经学了好几年 所以宋经还有机功累得的这一个工作 他很认真的在做 所以这是第一关 他过去了 第二关就是 他开车出去 然后突然之间有一辆大卡车出来 竟然就往他的车头的地方撞上去了 那这一撞上去的时候 车头整个都毁掉了 旁边的人一想 这个人大概不知道怎么样子的 一定非常严重 结果他自己爬出来 竟然只有轻微的擦伤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建议 所以他第二关又过了 第三关 经过一段时间 他在工厂的地方 有一个水池 那个水池那个地方滑滑的 他没有注意 这一滑摔倒了 肋骨断了几根 那么还好 经过医生的这一个治疗之后 现在的康护状况 非常的理想 所以他第三关又过了 那这个师兄 他就是懂得学义 那么他也经过这个正道的过程 也就是说七级必凶的现象 由大而化小 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他三关已过 我们给他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经由师兄的这个例子 我们知道《易经》确实他对我们 这一个人生的过程 确实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 是 是 所以我们常常说《学义经》的人 有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观观难过 观观过 这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有朋友说《学义经》 那如果说你刚提到的逆天舱 逆天王 顺天舱 我又不杀人放火 我干嘛要逆天 其实这个如以风水来讲 以大战来讲 你就很清楚了 天气冷的时候 你会不会穿衣服 一定要穿嘛 要不然你会冷冷到最后感冒 可能引发其他的并发症 有可能这样就危险了 那如果天气热的时候 你还是穿着大皮衣 大风衣 当然这也是不对嘛 所以以风水的法则来说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们希望 就是说大家都能够来学《义经》 师父希望我们学义《义经》的用意 不止你会占卜用意 其实你还可以学义《义经》的新法 读诵经 都得及我们自己的功德 那你可以逢凶化吉的 就像刚刚我们原贵法师 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 这个人过了三关 完全没有OK 完全OK 虽然只是一点小小的 一些身体的痛而已 可是它必然还是比别人幸福多了 我们常常想 就是说很多人到这个 回想到就是说 有一位朋友 他到东南亚去玩 那东南亚那个地方是最热的 记得我以前去过 你可以去动物园玩 而且你还可以跟这些老虎照相 跟老虎照相好神威 那个老虎本来很凶 你可以在他旁边照个相 哎呀 多好 很多人都去照 可是呢 有一位朋友自从去那边照相回来以后呢 哇 家里不晓得怎么搞的 鸡犬不怜口舌 是非很多 闹得家里不可开交 所以师父经常跟我们讲 说有形必有灵 有灵必有硬 有硬必有用 所以我们想请圆兵法师来谈一谈 师父开始就是说 我们人跟老虎 不管是真的假的 或者是胡片啊 照片都是一样 它是不如法的 这个照片 好像师父说最好把它剪掉是不是 是 是 因为我们虎呢 白虎 它是属于复电 是 复电 阴电的 是 白虎呢 它是属于雪光的 在我们风雪学来讲 它的病痛呢 就有病痛的一个现象 是 所以我们白虎 如果这个相片呢 跟老虎造的相片呢 跟人造在一起呢 我们师父有讲一个个案 就是一个信徒 他右手边的手臂呢 腹痛很久 常年吃药也是没有好 那经过请示佛菩萨 知道他因为有一张相片 就是跟老虎造的 就是那张照片的原因 所以请他把那些照片拿出来 画掉剪掉 结果手臂就好了 是 是 就是我们人跟老虎的一个照相 会产生这一个 跟东北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是 所以其实我看到 时下有很多年轻人 身上 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身上有个大老虎的土 衣服嘛 还有一些骷髅头的土 哇 满身布满了 我心里想 这些东西我们暂且不说是 有形有灵来讲 暂且就是说 你穿了这些东西在身上 虽然是觉得很时髦 可是我们看起来是乖乖的 对啊 乖乖的 我们分享到以前 我们爱心团有去看过一个房子 他在台中 那也是我们一个师兄弟的房子 是 那我们去帮他 爱心团帮他看房子 他家里看完以后 我们出来看到他的晒衣场 晒衣场 那个衣服呢 有一个蛇 是 长蛇 那因为我们去看他那个房子的时候 他小孩子都在睡觉 已经11点了 是 所以那个也可能会影响到 小孩子的一个心性 所以我们还是建立 如果我们的衣服呢 就越简单 越不是越好 那样子 因为我去买菜 他说 最近呢 这个市场变来越来越小 可是呢 生意不是很好 可是看别人呢 他卖的也不错啊 为什么他自己那么不好 我抬头一看 在他的柜子 卖菜的那个菜 菜鸡的上官 放了一个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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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颜泉法师有讲 NR比赦生意的五官 我看了 我们就像我们前面黑暗暗的 是 所以黑王呢 会造成很多很多的 我们的不如意 就是我们的 像刚才您讲的 那生意一定会有影响 是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黑王的话 也有可以解决的 就是我们 能够挂七色线 七色线 七色线 布 这样来划 我讲一个 我们的一个 朋友亲戚 是 他在去年 因为 卖房子 买了一个新房子 当时 他要买这个房子 是 我们帮他看 建议他不要搬进去 是 他前面是黑王 后面的路冲 有一点小臂刀 是 就是枪角 那当时呢 建议他不要卖 不要买这个房子 是 但是 因为要买的人 他没有 不一定很相信风水 那当然 他又急着要搬家 因为旧的房子 人家要 他就进去了 那经过了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他本来 身体本来就不好 有在吃药 就是有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是 那因为 發生的 就是头会晕晕的 那要去检查 结果去检查 以后就出院 那出院就没有出来了 就是 会产生他的眼睛 有点怪怪的 是 这个潜移默化当中 就会影响到我们五官 五官 至于官司 可能我们天罗帝王 可能就会有一个官司 或是病痛的问题 是 所以如果有这些呢 你可以换个颜色嘛 那这样子就可以 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把它剪掉 那当然 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不免会想到师父 曾经跟我们开示 就是说 夫妻之间感情要好 要有一首歌 要常常的唱 你浓我浓 曾经师父也常常说 这也是妙法 歌其实也是一个妙法 那所以说 常常唱 你浓我浓 唱到最后夫妻感情 就很浓厚了 可是呢 有一首 甜蜜的家庭 我们今天 原穷法师 他说 这首甜蜜的家庭 有一个故事 而且真的越唱 家庭是越甜蜜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邀请原穷法师 来 原贵法师 所有的法师来 一起合唱这一首 甜蜜的家庭 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好不好 来 原穷法师 我的家庭真可爱 见姐妹满又安康 姐妹兄弟很可惜 父母都思想 这首甜蜜的家庭 虽然没有好花园 春蓝秋归长飘香 虽然没有大庭堂 冬天温暖夏天娘 可爱的家庭 我不能离开你 你的恩惠的天长 这首在我们小时候 读书的时候 老师最爱叫我们唱的 而且回到家里 唱了这个歌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们家庭好温暖 所以为什么这个歌呢 你对他有这么多的感受呢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 就是从这个家庭里面 成长的 那父母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是 家庭教育就非常的重要 是 如果父母不是很 这个很持想的话 那这个小孩子 没有办法受到很温暖 很好的这个教育的话 他长大 对社会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是 所以说这个家庭 真的非常之重要 而且是这个风水的话 一定要非常如法 是 非常如法的话 一家就是圆满安康 是 有幸福 是 这样的话 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单位 就是家庭 家庭圆满的话 那我们社会国家 就非常的安康 非常的圆满 是 是 所以在这个甜蜜的家庭 真的 虽然没有大厅堂 但是冬天温暖夏天凉 其实 师父常常跟我们开始 就是说 不一定你们家要去到很豪华 很大小 但是 只是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很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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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的 人格的成长 都是非常好的 有 夜景是大学 大学在夜景 有这一首 我们刚刚 这个 云雄法师的这个构思 让我们觉得真的 家里就是需要这样的温暖 而且就是说 洋宅风水 跟父母亲 跟家庭小孩的教育 其实 它是直接有关联的 不过 我们知道 就是说 有一位朋友 曾经做股票 但是失利了 所以说 从北投搬回到他的家里 可是呢 因为老家 只有他的爸爸妈妈 顶多了多一个房间 但是两个小孩 两个都上高中了 那怎么办呢 两个夫妻只好睡在 他们家盖的 一个虎边的一个车库里 再把它整理一下 就睡在那个地方 可是呢 从此 这位朋友 好像永远都没有 出头天的日子 这个到底为什么 那还有很多人呢 就是把他的客厅呢 当作停车场 或利用他的左右边呢 来画一个小车子 小车格 来做一个车位 要注意哪一些 我们请原贵法师 你来谈一谈 好 一般我们客厅 如果来做停车场的时候 是 我们知道 易经风水 其实它就是一个环境学 是讲究环保的 这是非常科学的 是 那车子如果停在客厅里面 第一个 它会排放晦气 那这晦气就是不好的气体 是 这个气就会存在客厅里面 是 所以 刚刚主持人所讲 那个朋友 改在车库的这一个 旁边来睡觉之后 他就受到了影响 是 因为晦气充满了那个地方 所以 我们车子如果停在客厅 因为空间的关系 必须要这样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通风的设备 通风设备 这个是一个环保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是 那 我们车子如果停在 这个客厅里面 有一个地方 就是出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后面有没有人 那我们从新闻上面 可以了解到 很多人 因为车子停在客厅的地方 造成很多小孩子的一个不幸 视线不好 对 因为视线会有一个死角 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 如果把车子停到 这个客厅里面的 这一些信众朋友 就是 这方面 应该要注意 是 多加强 就是车子停在客厅里面 它所给我们的影响 当然 肺气 除了在客厅里面 会产生之外 气 我们知道是往上升的 所以也会相对的 也会到二楼 三楼 会有影响吗 应该会有影响 是 当然它的影响会随 这个空间的大小 或者深度 或者高度的关系 渐渐减少 是 这是一点 再来我们 如果把车库 放在这一个 住宅的这个龙边 或者虎边 虎边的话 这两边到底要哪一边 必要的吗 那我们是建议 放在龙边 放在龙边 因为龙洞 是有利 是 虎洞的话 是不利 是 所以虎洞的话 会造成小孩子不听话 甚至于会有 水光的这一个现象 是 所以我们建议 是尽量能放在龙边 这样子 是 是 因为现在车子 很多人把它当宝贝 那可是如果说 像我们刚刚元桂法师说的 你放在家里 不可能你停的地方 上面多里在睡 这个氛气刚好上升 是 也会影响到健康 是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但是呢 如果有人把他的车位 就在乡下 我看过 旁边 用一个车位 很简单 但是还是用一个 黑色的东西 蓋着 才不会影响 这样也会受到影响吗 因为 黑色的东西 它是一个暗 它是一个暗的东西 那如果用黑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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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帆布 来盖着 就是会影响到 我们的 这一个 的 作息 或者影响到 我们的身体 是 尤其车库 如果摆在 这一个虎边的话 那可能会形成一个 拳头的现象 虎王头吗 对 就是虎回头 虎回头 它会打击到我们 是 所以这个 在我们 易经风水来讲是 我们不建议这样子 所以 要摆这个车库的话 最好能摆在 龙边 还是这样子的建议 是 所以其实我们 常常就是跟我们的信众结缘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本 就是 洋宅风水学讲座 这本 我们很多师兄世界把它管成为小洋宅 其实它并不是小洋宅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风水 很如法的 你的房间 你的客厅 你的书桌 甚至你所有的家里的一切 要如法 你知道照我们这一本 我们的洋宅风水学讲座 你如果这样子调整 包括你的卧室 你都会非常好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结缘 因为其实这是非常珍贵的 你可以到各个道场 你可以去这边来做结缘品 当然就是在说 我们刚刚也提了很多 就是提到这个车库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元宾法师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走过这些经营的商圈 没有多久 这间店怎么会更多人 又改名 又没有很多东西 那常常有很多企业 没有多久 开始就觉得它已经变幻了 所以说 其实我们要常常注意到 我们的住家前后左右 可能有其他的风水的影响 那不懂的人 万一不小心被造成了影响 自己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看他们 你可以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吗 我们风水学 它有一个固定的体模式 是 我们 假设我们的虎边高 昂头 那我们做生意一定是很难做 是 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人 都是会比较 会拐骗这样子 白虎昂头 如果是反攻 那更加 更加的严重 假设我们宅 洋宅 如果碰到反攻 那反攻就反目无情 是 所以我们在看 不管 一般的家庭或是商圈 我们看到反攻 那个大部分都做不起来 而且反攻的话 是不是家里的人 会比较不和气 比较不和气 是 像 不管不和气 还是对待客人 也会这样子 比较有脾气 比较有脾气 不太会理人家 所以反攻 像我们一个师兄 他买一个房子 刚好是反攻 还没搬进去的话 他就在整修的时候 就跟隔壁炒起来了 是 也不是他的错 他就是好像 他在整理 他就说 这个 你那个土 那个沙子 不能放在那里 就这样炒起来了 我们是不是讲 我们 林基都是有很好的缘分 是 但是因为风险的缘故 造成了大家的和 是 所以这是我们在风险学要注意的 是 广结善缘 师傅常常开示 我们说 学习易经 就要懂得阴阳相对待 当你遇到这个很阳刚的时候 可能他的阳气很强 这个时候阴阳相对待 这种的转换 心境的转换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 在你上课的时候 你会跟学员提到心法的重要性吗 会 会 譬如说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 我们应该要 平常要用语 诵经 是 然后要读我们的 师父所开示的 华语路 这样子 是 让我们的心性更 或者说是练佛 我们练佛 可以让我们的心性更加的稳定 是 可是你会碰到有些学生说 老师 你如果常常说心法 这我们大家都会想的 可是你会不会多教一些 易经占谱啊 老师你怎么回答 这个呢 你要 易经心法 如果你要学得 非常研究得清楚的话 我们既然讲易经心法 易经心法就是心嘛 你心要有包容性 你心要很宽广 你的心 才能够 我们易经讲的 包含一切的法 是 如果你的心不宽广的话 你要学易经 会学得好 那应该会打折扣的 是 所以师父常常开示 就是我们十道天心啊 就是要不偏不移 取得忠道 这是非常的重要 学习易经妙法 不只知识有学 易经风水沾卦而已哦 心法也是很重要 当然在这里 我们想请问一下 云穹法师 就是说师父刚刚开始 开始说要修心修口 仰灵 很多老大人 其实很高大 少年都去外面打拼 他在家里 可能一个人点个小灯 看个电视 或者是没什么事 躺在家里 无所事事的 但是我们台湾 现在也是真的 有这些老人国的社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人在公园 或者是在运动 或者是闲逛 其实这些不出去门的 不出去的人 要用什么妙法 让他们的心胸更开阔 所以我们就是 慢慢都是进入 这个老年的这种社会 那也可以说是 那个孙子 父母亲都到外面工作 孙子就交给这个阿嬷 是 交给阿嬷来带 那这个隔代教养 说实在的 有时候不是很好 不是很理想 是 所以说 我们就是要劝这个阿嬷 要再精进 所谓再精进 就是说她去家里 她可以打开电视来看 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那是最好 因为有很多这个 婆婆妈妈 她来这里就跟我说 我看你们师父的那个节目 我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现象真的是很好 是 那也有人说 她告诉我说 我媳妇对我很不好 很不孝 很怎么样 很忧愁 满口满悦 然后有的是什么 她生病又怎么样 那我说 你要感谢你媳妇 因为你媳妇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会来这里拜老祖 会来这里找我聊天 是 你一定要存那个心的感谢 是 她一听 这个脸就亮起来了 那慢慢她就听进去了 我说 我们老了 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 媳妇怎么样 我们就念佛 就念佛 然后她念一句 我们就念佛 她们讲一句 我们就念佛 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会改善 是 因为这很可能 就是你前世 也是因为这样对待她 所以这一世才会碰到 是 不然别人为什么不会碰到 互相对待 对 那所以说 我们现在 就在我们的一京大学 都有七八十岁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多的人来上课 那当然 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 就是说想要请问一下 原贵法师 那安心法记里面说到的 心物是道 那道记是心 所以说风水之道就是 知行合一 那请问大家学《易经》 身体健康心安宁的真实义 这个 我们如果学了《易经》之后 也是一个四大甲合 怎么让这四大甲合 能达到一个调和 这个是我们《易经》里面 一直在提示的 就是身心灵的一个平衡 身心灵的一个调和 所以学了《易经》 一定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一切的状况 达到更圆满的状况 是 谢谢 身心灵的调和 在《易经》里面 真的让我们达到 这个身心灵的 这种最好的调和 那你就是最心安的境界 不过在这里 我想请问一下 云冰法师 你是表框大师 现在我们一个九龙聚财图 这个图的由来 还有表框应该挂在哪个地方 我们这个图的由来 就在我们淡水 山江汇河地方 是 那是我们中门法师去 唯一 我们的世界和平出境会 去造的一个图像 它是代表财 它是代表财 我们一般的挂 现在挂在我们办公室前面 真的 我们都对我们的生意 都有一点多多少帮忙 就是老板的位置的对面吗 对面 对面 那么我们挂的要第一要择日 第二要挂四尺二 四尺二 从地 底下到上面要 到那个框的 部分要四尺二的高度 是 再来就是要看到 那个水要靠得很平衡 这样子 是 所以如果说 我看很多人来请 就是说 它是不是对这些事业上 比较有帮助 是的 好 因为我们挂了很多 大家反应还不错 是啊 是啊 常常在办公室 就有很多人来问说 这一图 这个图 怎么样怎么样 不过呢 就是说我们每次到了 过年的时候 喝春酒 大家的重头绪 不是为了抽电视机 也不是为了抽其他的东西 最希望就是抽到师傅的末宝 那像师傅的这些末宝 或者是有一些名画 名土 到底要怎么样用做表框 会比较庄严一点 表框的很多的形式 个人的需求 个人的需要 看个人的经济 但是我们不一定 师傅的知法 我曾经请示师傅 不一定说要和文工 但如果你和文工词 如果你的图的大小 能够符合了 尽量和文工词 如果不能的话 还是以我们刚才讲的 NR比赦生意 看得很自然 不会很狭隘这样子 那我们挂起来 我们就对我们新建会 产生非常的一个 开朗分歧视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三位法师 就是很节俭的 因为我想这个 很严肃的问题 但是他是必须要知道 很多这些信众 到我们的道场 或者是请法师 来粘瓜的时候 问世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 这些学员们 应该要怎么样 信众们应该要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说 请他先上香 是 求老子慈悲 给他开示 是 再来就是说 看他的情况 如果是不信的话 那我们也就是 也不是说不理他 也就是说 好好的劝他 好好的引导他 走出一个方向出来 是 那有名法师 首先 首先 他要来请示事情 必须要先 拜佛菩萨和祖师爷 是 这样子我们 替他占卦 我们才 只是个圣卦 因为他有诚心 他所指示的卦 一定会 比较会满怨 会满怨 是 那我们再以卦的 再来就是要他一定要写清楚 写清楚 事情要写清楚 他的生辰年一日 地址 不能用常 要把法师要考试 这样子不行 不行 对对对 会有人要来考试吗 还是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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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 一个卦 他已经请示很多道场 再来请示 这样不行 一直蒙 一直蒙 对对对对 一定要问出一个原因来 对 那我们占卦的人 有时候 每一个人觉得 但法则是一样 是 但是还是会有 每一次占卦的卦相出来 都不同 是啊 所以这是应该注意的 是啊 所以说 你说形容这个花 玫瑰花很红 到底红到什么程度 每个人都表达 是不太一样的嘛 但是他毕竟就是 一样都是玫瑰花 一样的一件问题 那玫瑰法师呢 一般信众来求卦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请他 先禀报先火 然后原因是什么 是 那么我们接到 他这个 请卦的时候 有的人他都不讲 那我们还是要 根据他的出生年代日 是 来了解他的命卦是怎么样子 嗯 然后我们先从命卦的地方进入 了解到他现在的状况 是怎么样子 是 只要我们能够讲出 他的一个心里面的 这一个问题之后 他就会一直讲出来 是 然后我们再根据他的问题 再来沾卦 然后以命卦跟沾卦 两者配合来断论事情 那会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 是 是 非常好 所以我们每一位法师呢 遇到的问题 其实都很多都不一样的 可是呢 我们都有一颗很热忱的心 就是我们希望呢 把老祖的妙法 把神佛的妙法呢 真的可以应用在我的占卜上面呢 让每个家庭 每个人 在排会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你自己圆满的这些答案 可以帮助你 在你往后的人生走得更平顺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非常感谢 三位法师来继续我们访问 谢谢 感恩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 阿弥陀佛 当时也很感谢收看 《雍役李仁天》 苏夫婚婉小时开始 大家学业金 国家社会健太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国 Arbeits Valent明 音乐 北 deadline